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烫熟的面线再拌入用竹江煸煮而成的姜麻油 再淋上用甘蔗头熬煮的高汤 和雅香醇爽口的滋味 真的是让人想要再来一碗 而用点过的花椒 花椒 干辣椒 再搭配其他的香料所滷制而成的臭豆腐 软嫩多汁 麻而不辣 那我们就跟着谢坤林一起做做看吧 现代新宿派的健康带来 来 欢迎我们这一位 大航都赌到他 尤其是这个香机师姐 最喜欢他的 我们的谢坤林师兄 应该叫做老板你好 嗨 郑师姐你好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 是 怎么叫老板你好呢 因为以前就是做这个 成衣的 对不对 是 很会变 成衣变完以后就变成 卖咖啡的老板 卖咖啡的老板呢 现在又变成卖素食的老板 对不对 是 今天我们的师兄啊 要来做的料理呢 非常特别 今天是要教我们大家 做非常健康养生的料理 而且 学会你可以开店 对不对 是 好 那请问你今天要教我们的是什么料理呢 今天要教的是麻油浆制作的方法 麻油浆 对 那麻油浆但是把化成一个蜜线是吗 应该是淋在面线上 淋在面线上面 所以麻油浆才是真正的今天我们要学的最基础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 好 非常的不一样哦 不是普通的麻油浆哦 我们就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麻油浆面线材料有黑麻油一斤 竹浆一斤 面线一把 高汤适量 素鸡一条 素腰花少许 脂肺膏一条 猴头菇少许 枸杞少许 那么您先要教我们做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先把麻油放入锅中 麻油先要放进来 这个就是什么样的麻油呢 这是纯的黑麻油 纯的黑麻油 那我使用都是我们台湾制的都不用进口的 好 所以它比较纯 好 锅是冷的对不对 锅是冷的 锅子从头到尾都不能够开大火 好 所以说开火的同时 就马上就要把它 姜就可以下了 姜 姜不一样 这个姜是这一块吗 对 这是竹姜 好 等一下我们来介绍 那是现在把它切成这样一块一块的是不是 它有没有处理一下 它切成这样一块之后 必须再用菜刀 帮帮它碾碎 它开成这个样子 有点力 但是不能让它碎开来 不要破料 但是要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油 有点力 哦 对 好 这个时候这个温度 这个姜就可以让它下来 不必高温 还是算是冷油温 冷油 对 还是算是冷油的时候 就把姜放下去 对 像这样子是大概多少 这样一斤 一斤的姜 对 一斤的姜就配合一斤的麻油 五斤的姜 五斤的麻油 你要煮三个钟头 对 然后你让它看到旁边慢慢起气泡了 现在有一点点了 有一点点起变化了 你看 说的 看它气泡慢慢出来的时候 就要转回小火 它以小火来煮的目的 是因为让它不会燥热 一般 假如说我们用大火去煮 是很快没错 但是夏天 这个人就不适合吃了 万一你又在夏天坐月子 又吃到那燥热的麻油 我觉得很难过 冒泡了 感觉上好像滚哦 有点热度到的感觉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开小火 就把它关小火了 就不管它了吗 就不管它了 一小时之后 再来跟它见面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是哦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姜哦 这个姜不是普通的姜啊 不是我们所谓的都是说什么 麻油姜要用老姜 老姜的话 姜有分三种啦 那生成五个月的那是嫩姜 嫩姜 对 然后再来 比较老一点的姜 它是八个月到一年 中姜 中姜 那老姜的话大概一年多 很粗很老 对 那这个竹姜呢 它生成大概快两年 两年 快接近两年 而且它的纤维比较扎实 它的姜黄素 因为都是存在它的纤维里面 所以它这个姜黄素是一般姜的两杯 你可以切开看看 它比一般的姜来的货 黄 对 这个姜黄素 所以要竹姜 它比一般的姜的水分少 但是养分多 它辣度反而是比老姜还要来得小 比较能够用大状都可以接受这个辣度 那为什么比较少人用 是因为它比较贵吗 对 它产量少 它价格也是老姜的两倍 它比较贵 然后产量又少 所以说一般的外面的小吃店可能比较成本考量比较 不太能够用得到这种 但假如说是我们家里人做月子 你就包个五斤的姜 一个月就够用了 因为这个很方便 你假如说姜做成的话 你不管煮什么东西 煮好了淋上去 就可以了 对 它不会照热 但是就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循环跟代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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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 好 所以首先姜一定要选对 然后就要用竹姜 对不对 那还有一点就是 一般我们假如说切成姜片 很多人就是 汤喝了姜片挑掉 对啊 是啊 它不会把姜片吃进去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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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今天的做法是 强迫你这样一定会吃 好 你这么大块 帮忙好不好 这么大块怎么吃下去啊 当然我们要经过一个步骤 那这个是我们已经算是 你已经熬炖了一个小时了 对 那要怎么做 你要变魔术啊 对 我们的 要用一个调理机 好香哦 对 它会慢慢的散发它的香味 而且是温和的香 对 对 它不会有那种感觉到 烧焦的味道 然后我们现在来吃做这个 麻油姜的最后一道的过程 姜才是最重要的主角 一般做月子你们只吃到麻油 其实姜才是最重要的主角 你们把姜吃进去 比比 把麻油吃进去 更要有营养 你们是有看过就是说把那个姜切碎 切碎或再用麻油慢慢的把它炒 那个是错误的做法 为什么为什么 听说 因为它你把它切碎它很快就会烧焦 就变成燥热 它这么大一块它不会焦 就像打起来它的那个里面的纤维质 什么那些养分它都还在 好 这完成了我们今天的麻油姜 这个全部都把它打到碎碎的 对 你吃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说你有吃到姜 这是我们的成品 这才是真正要开始做料理的东西 对 假如你开店的话 卖个麻油面线 你事先有做好这个东西 很容易客人就会吃上你 所以说我们刚刚学会的是这个姜的做法 对不对 是 那现在我们继续要来学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高汤 哦 出在高汤里面放的是甘蔗 就是嘉义丈母娘特地为我种的甘蔗 为了要让你的那个店里面 一年四季都有甘蔗可以熬高汤 它帮你种 对 而且这个是不同品种的甘蔗 它不是白甘蔗也不是红甘蔗 是什么甘蔗 这个他们在地的人叫苹果甘蔗 哦 这市面上也买不到 哦 所以说你是用甘蔗熬高汤 然后当然高丽菜就都会有了 高丽菜这个是我使用大家都不要切掉的中间那个芯 但是放一个这个萝卜就这么大一块 这么大一块是为了配合跟甘蔗可以熬久一点的 不然你切小块的话 你甘蔗味道没出来 萝卜就烂掉了 就烂掉了 对对对 所以说基本的你的这个蔬菜高汤是这个 一定要有的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就来做我们今天的麻油素鸡面线哦 好吧 这个已经好了吗 对 那个已经好了 我要想喝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好鲜的味道 那个很鲜 很鲜甜的味道是哪里跑出来的 就是从萝卜跟甘蔗高丽菜这三个东西释放出来的 圆巴有一点点的胡椒 来 这是我们的面线 好好喝哦 这个汤好好喝哦 我们只要这样一小瓢 哇 这个汤怎么这么好喝 然后就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拌一拌它这个因为我使用的是金门面线 因为不需要任何佐料 这样就可以吃了 就很好吃 对对 所以我来吃一小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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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我再做下一个变化 好 你再来做下一个变化 我先来吃一个这个叫做原味的 对 对对 好好吃哦 没有苦味 对 完全没有 一点苦味都没有 我们有时候吃到麻油 那个麻油浆是有一点苦味 它是香的 好好吃哦 怎么会这么厉害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做什么变化 我们再来加入一些素材 这是素腰花 这个是猴头菇 就事先把它这个煎了 对 这个事先都已经用盐水汆烫过了 好 来加一点点的枸杞 哎呦 一点点素鸡 这也是滷过的 对 只要放这么一点点的麻油浆就很好了 对对 麻油最配的就是这个智慧膏 真的哦 所以我们再来加个智慧膏 然后智慧膏再来 然后呢这个时候 您要变成的是汤面了吗 是的 我们现在淋上我们的高汤 我说觉得这个姜怎么那么好吃 哎呦 老板 哎呦妈咪啊 麻油面线 麻油酥鸡面线 天呐 这个月子真做不可了 好 好 我们今天正常感动是谁的那个 对 麻油姜面线 做法是将黑麻油入锅 再放入已经拍裂的竹浆 煮至起泡之后再改用小火滷一个小时 待放凉之后呢 用调理机搅碎来备用 烟线放入滚水中烫熟之后 再加入麻油姜拌匀 再放入烫过的素腰花 猴头菇枸杞和切块的素鸡智慧膏 最后再淋上高汤就可以了 穿辣臭豆腐 好 观看这个材料就让你吓一跳 穿味臭豆腐 材料有臭豆腐适量 小香菇一小碗 高汤适量 调味料有万用度包一个 花椒适量 花椒少许 干辣椒适量 辣豆瓣酱三匙 淡酱油少许 砂糖少许 熟地一块 胡椒粉一匙 盐一匙 香菇粉一匙 那首先就要来告诉我们了 这里要放什么 这里有花椒 辣椒 干辣椒 所以先要包香这个是不是 对 包香这三样东西 我们再装进火包袋 这个也是用中火吗 用很大的火 小火煸出它的香味就可以了 熟 你刚刚姜都用小火 这个香料这个其实也不要太大火 对不对 不然会烧焦是不是 对 焦的也是苦的哦 焦的也是苦 对 哦 老板很辣哦 不会 不会 哇 这个就是说把它 捞起来 然后再来把它 当做一个乳包 做乳包 对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数量不多 所以 这样子就够了 这样子就够了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 要包香的是香菇 香菇哦 对 哦 这个花椒 应该是很赞 我可以再吃一颗花椒 哦 这个花椒 好好吃哦 闻到香菇的香味 我们再爆炒我们这个 辣豆瓣酱 还要放辣豆瓣酱 是 它才香 这个是 这是什么 淡酱油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用淡酱油 提它的味道 我们现在 这个也是用小火炒 小火就可以了 辣的淡酱 对 那我们现在已经炒出香气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高汤 你用高汤煮啊 对 就是用高汤来煮 哦 这么样的讲究哦 那我们高汤的咸度是刚好嘛 但是我们刚加了一点点酱油 又一点点的辣豆瓣 辣豆瓣酱油 咸味 对 所以它这个会偏咸 但是 酥豆腐你没有偏咸的味道 它味道会卤不进去 这时候就可以开大火 这时候再加什么 加一点点的糖 哦 让它 平和一下 对 盐巴的话 因为刚刚已经说有点咸了嘛 有点咸 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 哦 香气 对 很少哦 香菇精粉其实可以加可以不加 可加不加 因为那个高汤已经非常鲜了 假如你没有高汤的话 你就是必须使用这个 一点点的香菇精粉 所以为什么要加多 再来加的是熟地 为什么我们只加一点点的淡酱油 它颜色并不会很深 你用熟地来让它增色 对 水滚之后呢 我们就放入我们刚刚的那个 高香的那个 芭蕉卤包 对 那再加一包 什么东西 我们的万用卤包 就是市面上买的任何一种 都可以卤的这个卤包 哦 好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味道 变得很浓郁对不对 对 然后现在我们来处理我们的臭豆腐 那么臭豆腐要画十字 画十字我们可以判断它是不是熟了 而且在食用的时候呢 要入味 入味是一个好处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你用筷子一掰刚好 一口 大概要多久时间才会入味 大概要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 这个好吃的臭豆腐 对 因为我有事先乳好 可以 好 我拿上来看看好不好 好 这个可以做 就是这个味道 对对对 颜色很入味 那你这个汤是有比较稀释了吗 这个已经稀释过了 就是在乳好的时候 你觉得豆腐已经入味了 就再把它稀释成我们一般喝的那个口味 所以说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可以喝的 对对对 原来如此哦 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像我在家我都这样一锅汤 然后里面加高丽菜啦 金针菇一些菇类就变臭臭锅了 也是一种吃法 哦 这样子哦 我还以为它只是沾那个味道 那我们就来吃吃看 这个是半个钟头以后 对 它全部 对我想说渗透到里面去了 好鲜 难不辣 然后呢 再加上 它有一种很特别的香气 对对 就是我们爆的那些香料 哦 还有加上熟地 它本身也有一点点烟熏的味道 对 这两样用心的学 你这两样做到到位入味的话 你的小吃的生意一定很好 对不对 感恩师兄 感恩您 川味臭豆腐 做法是将八角 花椒 干辣椒 入锅爆香之后 包起再放入乳包袋备用 以锅中的残油继续爆香香香供 加入辣豆瓣酱 淡酱油 高汤 砂糖 盐 胡椒粉 香菇粉 熟地 煮滚之后再放入花椒乳包和万用乳包 将臭豆腐化十字之后 放入锅中继续煮半个小时入味就可以了 走到现今的南港了 当然就想到那大展小展不断的国际性展览馆了 而来到这边看展 时间紧臭之下 要吃什么好呢 不如就来一份蔬食汉堡吧 现在摊椒好了 请慢用 今年才开幕的蔬食汉堡 就位在南港展览馆的一楼 主打轻松吃一餐健康无负担的口号 让这脚不仅臭得都回歪十足 也能够方便轻松地吃到美味蔬食餐点 我们想要推广的就是蔬食的蔬食 因为现在生活的步调非常的繁忙 很少能够有时间好好地享受一餐 只能借助西式的蔬食 可是他们又不能够提供你一天所需要的营养 尤其是膳食纤维的摄取 普遍上都非常的不足 所以我们就选用在地的食材 当令的蔬果 让每一个来我们这边用餐的客人 能够轻松地吃一餐 身体没有负担 这外皮部分除了一般的面包 还有以营养的五穀 特别制成低热量高纤维的饼皮 普通的饼皮都是用面本做的 然后缺乏了五穀里面所需要的营养素 然后我们的饼皮 特别添加了糙米五穀杂粮 草麦玉豆红豆燕麦小米 就是希望提供给每个用餐的客人 一个更健康的选择 Q嫩营养的饼皮包入新鲜的生菜番茄 还有调制入味的素肉 少了是传统汉堡的油腻感 而且那新鲜爽口的滋味 让人真想要再来一份 亚克五亚克五喔 在这茶饮的方面 店家也舍弃了传统的碳酸饮料 敢用茶叶以现泡茶饮来取代 减少身体的负担 多吃蔬菜水果当然是对身体很好 想要给小朋友吃健康的一个东西 很特别啊 用什么豆类的 不类的 比较跟一般熟食片相比较 应该比较健康 很新鲜的 就是有营养也是很Q 对啊 我去换一下啊 换一下口味这样子 跟外面面包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吃起来蛮好吃的 没有压力 它的饼是特制的 是无比达染 很Q 比外面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吃起来就是 你感觉是你好像很幻想 而且这美味的蔬食汉堡 也为日趋增加的素食族群 带来了更多的选择 因为我本身吃素啊 所以这个还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我们吃素的 其实说实在 没有适合很多的选择 因为一般都是顶多去素食 住住餐去吃饭 或者是素食的面 像这种素食的不用太久 我知道吃起来蛮Q的 对 比较有嚼劲 感觉比较清爽 没有那么多负担 也比较没有可能 嗯 就是这爽口不腻的样貌 吸引了许多怒过的人 都忍不住啊 停下来买 我刚好有怒过啊 刚好看到 看起来蛮可口的啊 我偶尔会想吃素的 我觉得它比较蛮有特色的 想说来吃 比较蛮健康的 所以想说我们来吃看看 看什么感觉 平常都有走这一条路 对 那是突然想说 就是来吃一下素的 看起来就是蛮明显的啦 但吃肉比较多啦 对 那希望想办法 那就跟这里来一个全素了 快速又便利的蔬食汉堡 为生活紧臭的都会族 提供了另一番清爽的味蕾感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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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